10月4日晚,来自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牦牛足球队 在贵州村超的球场上迎来国际友谊赛 与之对阵的是跨越万里而来的巴西圣保罗高桥足球队 作为近期刚落幕的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 玉树牦牛足球队不仅在网络上圈粉无数 更有众多球迷自费从玉树来到贵州省龙江县为球队加油 在村超球场的跑道上 身着赞袍首居哈达的玉树牦牛足球队高喊扎希德勒步入球场 现场球迷则高声欢呼为球员们加油 今天我画的这个上面红色黄色蓝色 分别代表的是长江黄河蓝三江 说明我们玉树是三江之源 然后呢下面这个黑色就是一个王字 说明在2024年我们青海超级比赛里面 我们玉树拿到青海的冠军 走到哪里我们就要为他们呐喊到哪里 即使要喊破我们喉咙 咬到我们的旗杆 我们也要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致威 比赛开始 玉树牦牛足球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前场球员快速度带球 获得多次进攻机会 面对玉树牦牛足球队的强势进攻 巴西圣保罗高桥足球队守门员反应迅速进行扑救 成功把球拦截 比赛进行到29分钟 巴西圣保罗高桥足球队球员补射进球 打破场上僵局 最终巴西圣保罗高桥足球队 凭借此进球一球赢得比赛 对方毕竟比我们的技术好 然后今天他们的射门我也感受到了 就是射门的力量非常的大 而且球是飘的 给的压力特别的大 非常的兴奋 从未在有这么多球迷的情况下 踢比赛 在我们经常的一个比赛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队友的哭喊声 但是我们今天是根本都听不到这种声音 因为人太多了 太震撼了 虽然比赛输掉了 但是我们拼出了自己的精气声 站在村超的球场上 热闹的氛围让球员尼玛彭措颇为感动 受到家人的影响 尼玛彭措从小便开始接触到足球 如今他成为了玉树一所职业学校的体育教师 教授学生踢球 民间的一个足球比赛能够发起 让全世界的人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民间的体育更融入到 我们的老百姓的氛围当中 让我们就更加去喜欢这个足球这项运动 玉树牦牛足球队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 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带来的身体考验 成为当地球员在训练中需要愉悦的障碍 和大多数村超球员一样 玉树牦牛足球队均是业余球员 学校的操场还是在草原的牧民地上都能发现到足球 就是我喜欢足球的另一个初衷就是不同职业的人走到另一个地方上面 然后大家都是有心的去踢这个球 11个人都是不同一个职业 但是我们是因为足球走到一起 中场休息环节 由80多名玉树藏族民众组成的表演团队 为现场观众带来极具藏族风情的节目 我身上所穿的这个服饰 那就是玉树传统的康巴服饰 上演的歌舞文化中其中有一项叫玉树一五 那玉树一五是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以其优美的舞姿和独特的这种旋律来展现 我们玉树康巴地区的独特的这种文化魅力 也希望通过我们此次的这样的一个友谊赛 然后将我们玉树的人文分景也好 分土人情也好 推荐出去让更多的人来玉树 热爱玉树了解玉树 随着音乐响起 淡晚最热闹的蹦蹭滴环节开始 大家相互模仿与学习 将藏族舞蹈动作和洞族舞蹈动作融合 热闹欢乐的氛围吸引了众多球迷加入其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树康巴地区的氛围吸引了解玉树 字幕志愿者 杨树康巴地区的氛围吸引了解玉树